外交單位爆發醜聞 台灣駐福岡辦事處 4號的時候舉辦國慶酒會 秀出了日本正副首相的賀電 而且還稱呼中華民國 被視為台日關係重大突破 但沒有想到日本的官方 今天證實根本沒有發出 這一些賀電 爆發如此嚴重的烏龍 立委要求徹查 行政院長蘇貞昌直言 一定會查處 日本的首相祝中華民國 108年國慶生日快樂 那這樣子的話 日本的首相在我們辦事處 舉辦國慶會議的時候 公開稱我們的中華民國 這是一個大突破啊 這是一個好事情啊 至少前段時間的斷交 對於日本呢 我們跟日本之間的關係來講 這是一個正面的 那請教一下我們中華民國跟日本 這個我們本部是尊重日方的這個說法 好 那福岡 那福岡不是日本代表處了 是福岡 那福岡這個酒會 具體的這個情況我們還在查明 查明以後我們再向委員來報告 那福岡分處 在日本的副官房長官 說明說明沒有這回事以後 他自己也提了三點的說明 澄清說這個是接貨有人轉來的 這個有人是誰啊 你後來因為注意 你後來因為住一干貨店並沒有未出自署名單位 所以滅列入官方記錄 那這不是個大笑話嗎 你今天 駐日代表 都是資深的代表 在整個外交界來講 駐日代表的等級是很高的 對不對 怎麼可以出這種錯誤呢 從有人那邊拿出來的 不曉得是真的假的 就在國慶協會裡面把它打出來 然後被日本官房長官打臉 說沒有這回事 然後我們馬上宣布說 我們這是因為有人沒有查證 因為我們沒有署名 這是不合外交的邏輯 也不合外交的常規 那院長 要怎麼處理這個事 對 我約你講這樣是對的 我這個應該要查處 高雄市長韓貴傳出 要在大選前規劃請假 中央說要尊重他 但是民進黨的立委鄭保卿 他建議行政院要修法 只要市長請假的話 就由中央派人來代管 那麼我請問院長一下 這個對於這個 市長剛選上就要選總統 甚至要請假 可能請假時間高達三個月 那麼我請問院長一下 這樣會不會造成整個 我們市政的方會 更重要是他需要經過行政院的核准 那我請問院長 我們是不是有沒有考慮到 要怎麼樣去補足這個不足 或者說訂定法令 規定如果是請假的話 由中央來派貸 有沒有這種考慮 市長請假送行政院是核備 不是核准 所以我們過往的經驗慣例 都是尊重地方首長 那地方首長要請假 如果是在議會開會期間 他應該跟議會請假 議會是不是要同意 這個我們尊重議會的職權 但議會的決議是不是符合 高雄市民的民意 這個高雄市民是主任 他可以決定 是 所以最後還是尊重議會 所以如果是他請假時間再久 我們行政院都是只有核佩 是核准 我們知道今天台灣民意 其實都已經非常清楚 所長是用選票誕生 所以我曾經呼籲韓市長說 能選上縣市首長 實在不簡單 應該把握這個機會 把它做好 大家看到你有能力 同時會肯定你感謝你 但是如果沒有做好 那等於自己會被民意唾棄 那他是不是要請假 尤其總執行是民意監督最好的時間 所以像過院總質詢我都依據憲法 很恭敬的在這裡 答覆議員的質詢 這也委員的質詢 台北市長柯文哲針對的NG149案 還有包括市政府的顧問蔡碧如 轉傳假消息的這個事情 他有回應 柯文哲表示2014年的NG149案 還有包括2018年的葛特曼事件 是見證了藍綠操縱媒體 帶風向 製造文字域 製造文字域的製造這種 這都是見證當年 藍綠操縱媒體帶風向 製造文字域的製造這種 政治迫害的一個紀錄 所以就是這樣 第一點就是這樣 因為我問過了 第一點他只是人家寄給他 他再轉給別人 他也沒有在上面加什麼評論 其實這也 我覺得這樣 這也常常也會發生 但是如果說 在一個群組轉了一個 也沒有 就人家寄給他 他再轉給別人 這樣可以上自由時報的頭版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實在是操作太過頭了 我是不太喜歡這種做法 反送中這個議題 可以看到民進黨的陣營 一手打國民黨 另外一手就打柯文哲 民進黨他們認為說 國民黨在反送中 認為他好像對一國兩制太過堅持了 因此用這個方式來做選舉的操作 可是他操作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發現說 當香港的人希望說 民進黨有更進一步的支持 包括是修法或者其他 是不是又修改難民法的部分 可是民進黨 他們現在就很堅定的 只有聲援不會介入 所以也不會有修法 所以民進黨就讓人家去慢慢看到說 是不是有兩面人的狀況 但是現在柯文哲也被民進黨質疑 他在反送中的議題有兩面人 他的民眾黨是支持反送中 對戴面罩的事情有一些聲援 可是柯文哲居然語帶嘲諷的說 他根本不知道香港人為什麼要戴面具 就讓人家覺得他也是標準的兩面人 柯文哲在昨天有反反覆覆 包括被媒體問 還有記者網友問 說柯文哲一開始 他說他不知道 香港人為什麼要戴面罩 不過在台灣 他覺得戴口罩最大的理由 就是怕被人家噴口水 被口水噴到 網友就罵他說你前後 這兩句話根本跟香港沒有關係 為什麼就硬要扯到戴口罩 如果你不道歉 真的不知道有什麼理由來支持你 後來柯文哲聽到這樣的 評論之後他就說你看吧 我說的沒有錯吧 就真的要戴口罩 大家馬上就噴口水了 那記者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難敏感的時事 來開玩笑 柯文哲是不是有點不太妥當 柯文哲說他覺得這社會 時常笑一笑就算了 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擴大 帶風向 事實上也沒錯 其實有些政治議題 你事後去看的時候 好像其實笑一笑就好了 很多都是政治操作 不然的話聽久了真的會瘋掉 但是10月7號的時候 柯文哲到台北大學演講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個這個是邀請他的 柯文哲的海報 其實柯文哲以前在年輕的族群 尤其在大學生裡面 都是非常受歡迎的 可是現在整個風向已經不一樣了 他在台北大學演講的海報裡面 照理說不歡迎他也就算了 很多人居然用便利貼在上面 辱罵他 變成是柯文哲的聯絡牆 所以年輕人似乎對柯文哲反彈的力道 因為反送中的議題 然後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明顯 現在更尷尬的是 10月5號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在臉書 PO出了這張照片 民眾黨的這些要角 包括他選立委的 還有這些重要的幹部 他們都戴上了面具或戴上口罩 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聲援香港 但沒有想到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卻在這個媒體上面 酸這件事情說 他不知道香港人為什麼要這樣做 當然他覺得說你也太過兩面了吧 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蔡總統 柯文哲他現在要 幫蔡碧如來講話 因為蔡碧如在LINE的群組裡面 轉發說這個蔡總統的論文 被打臉說是國恥 雖然說他沒有多做評論 但人家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在那麼多人的群組裡面 轉發一個對蔡英文不利 而且明顯不是是的假訊息 這個柯文哲就幫他講 他說其實這個事情笑笑就好了 這句話讓以前幫他輔選的林鶴明 大為不滿 林鶴明是現在總統府的發言人 2014年的時候 他是幫柯文哲打選戰的 當時他也非常盡心盡力 他說當時柯文哲在2014年 因為NG149案的時候 那時候陷入一個瘋胖 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還有一個私人的帳戶 有沒有逃稅 有沒有舞弊的問題 當時被大家這樣子質疑說 原來你不是我們大家想這樣 那麼清白的時候 林鶴明說他是半夜很認真的 在做懶人包這件事情 幫他大力的扭轉 這一件事情的風向 當時他不會覺得他們是笑一笑就好 所以林鶴明在臉書是這樣寫 他說當年我們面對NG149案的時候 好像沒有人能夠笑一笑就好 歷史是一面鏡子 作為2014年的一份子 現在看到這樣的言論 他覺得柯市長的帳號被人家盜用了 現在的總統府副發言人戴宇文 他就說當年NG149案是國民黨 請全黨之力抹黑柯文哲 市府顧問蔡壁如他沒有抹黑 他其實他到現在他們還是認為說 他只是轉發在群組提醒大家要注意 有這樣的假訊息 雖然有人覺得說這是狡辯 但至少他變得過去 講得過去有道理 蔡壁如說他轉發只是 轉發這個訊息 這種好笑的東西傳來轉去 也是常有的 柯文哲說這種事情 像自由時報把它放在頭版 就是很明顯的政治操作 所以到現在他們還是堅持不認為 轉發這事情有任何的問題 NG149來帶大家回顧一下 2014年的時候 柯文哲被攻擊 說台大醫院有一個NG149的專戶 柯文哲是負責管理的 他是計畫主持人 可是他在NG149的帳戶之外 還施設了一個帳戶 所以當時國民黨立委就說 他有涉嫌貪污洗錢逃落稅 不過後來包括監察院 還有包括台北定檢署 他們認為都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 台北市政府的顧問蔡秘魯被爆出 在耐的群組轉發一則 所謂的假訊息 這件事情後來引發了蔡政府 非常強大的不滿 台北市長柯文哲 對此他只有表示笑一笑就好了 蔡總統最新的回應則是說 期待柯市長可以更嚴肅看待 這個議題也要有同理心